有点小紧张看到老公好吗 不是 不好意思我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想问一下就是朱老师 有力的那种类型吗 很有难有力啊 在里面又是飞车 又是攀岩 又是入水 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的一个状况 刚才看见大家就呼喊朱玉龙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角色 我如晓静的角色 如果早点海选 他可能不是我的 感谢感谢 能演到这个角色很幸运 谢谢 那我们现场其实有很多媒体 未来可期 他不用未来可期 他已经很优秀了 高兴吧 我这两天啊 我这个 这个 这个微博里评论里啊 来认老公公的 来要当儿媳妇的 这太多了 有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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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船 拉出去 一样 其实 朱银龙老师是我的师弟 在学校认为他 我是看着他长大的 对是 是 在学校的时候 他是那种 我感觉是比较那种 萌萌哒 是那种感觉 嗯 但在这个电影中展现他完全非常硬汉的那一面 所以我觉得他的表演非常 带给我惊喜 我认为也会带给你们很大的惊喜 嗯 龙龙能补充一下这次跟师姐的合作吗 特别荣幸能够跟师姐合作 对对对真诚意的 对然后因为是对师姐嘛 然后在观众我们就是熟络的也会比较快 然后少了前期很多沟通的过程 然后非常默契的一块面对困难 然后去想办法把这次把这对人物给适应好 有的一场戏是本来剧本不是那么设置的 两位就是灵光眨现的片场 有没有给导演一些惊喜的合作的东西 有吗 惊喜他们有给我惊喜 导演导演设计的 能说吗 就是小朋友出发之前 然后就是 对大家有看见 就是片子里会有一个小小的很亲密的一个动作 那其实因为这个戏没有什么空间来展现两个人 对一对小情侣的这个情感过程 那么最后还会有一个情感依赖的那个高潮 所以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需要会有一点点让观众能感受到他们之间的这个人物状态是个什么样 因为这样的戏不太可能有那些空间真的是给予到这些两个人慢慢展现他们之间的感情关系 所以一个小的动作可能可以让大家马上感受到相互他们的之间的那种爱 嗯 好 谢谢导演给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小设计啊 来 还有没有 你说怎么在现场看现在黄老师跟一龙表情动作 看人的眼神都那么的一样 所以说在整个拍摄后两位而且是第一次合作吧 这部影片当中 两位这个父子之间的感觉 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些沟通准备 两个人有什么诀窍吗 怎么 首先我很喜欢这个 这个电影拍完了很喜欢那些小兄弟 对 这个 在整个的拍摄过程当中包括在前期的我们的案头工作准备当中 是不停的在沟通 在磨合 包括在吃饭 吃饭的时候在片场 然后底下我们也会发信息 对下面一场就是 接下来就是下一天的这个任务 我们该怎么来应对 来那什么 是很愉快的一个过程 嗯嗯 一种呢 要说什么 也是我觉得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 我觉得越容易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情感和默契在戏里面 所以我觉得啊 最后可能也可能也展现出来了 对吧 嗯 通过电影给大家展现出来 嗯 说一下 好 因为我当时我们拍那个戏其实准备了很多 但拍起来之后意想不到的顺利 我们一共拍了两两条 然后导演也很保护我们演员的情绪 基本上都是通调让我们演进来的 没有在中间再去切其他的镜头 所以情绪非常的连贯 一气呵成 所以 对 也感谢导演 对 然后挑战 那其实在拍摄的过程中我觉得就是专注吧 因为不会太去考虑他的有多险或者有什么 因为你越专注其实越投入在里面 你反而会身体绷得更紧 然后更专注一些 所以我刚才刚刚看放的时候我也觉得挺险的 但是拍的时候不会对专注在里面就好了 谢谢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来还有没有朋友 我们再选一个吧 来 拿着 拿着 宝宝有没有什么话想说呀 宝宝有什么要说的 你们两个太好了太早了 谢谢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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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心痛的时候我简直要哭到冰岛了 嗯 看我们宝宝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 有没有要说的 没有说的 我替他说吧 那个不再用大家时间 然后我们是从大连过来的 今天可以带宝宝来看龙龙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也是 就是